Hello大家好,我是王竹子,我们又见面了 那这期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S们 那我最想说的是我的第一人S 他教会了我很多,不管是玩法呀 还是整体的作为一个M的体验 还是我对于SM的态度 这些全部都是他教给我的 让我在SM这个圈子里面呢,少走了很多弯路 那关于我第一人S啊 他其实教会我的第一个我想说的是 关于SM这个游戏的态度 他其实告诉我,SM就是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游戏 就是一个释放压力的游戏 进了这个门,我的身份就是一个M 我的任务就是把自己全身性的投入到这场游戏当中 来让主人去把我的压力释放出来 所以其实说到这我想说 其实很多时候说S是在给M服务 这点一点都没错 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S来去服务你自己 它的服务越周到,服务越好 你释放出来的情绪就越多 那你就会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去投入自己的生活 投入自己的工作 那说到这呢,其实很多人也好奇 那你们的第一次调教是怎样的 那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也是G7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铺垫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第一次调教 那其实我第一次调教我内心呢也是很慌张的 因为我对SM就像现在很多看视频的人一样 是一无所知的 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去怎样去那什么 可能在我想法上我是不是过去完了 衣服脱了打我两下 我脱了衣服然后就啪啪一下 就是调教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也是抱着这种试试看的这种态度去去的 因为自己很懵懂很无知嘛 到那以后呢 我记得我当时一进门的时候 他就说你 他就跟我先聊了一会儿 他说呢首先呢我们要明确自己的态度 然后跟我说了一下我开头视频说的那些嘛 然后他就说你先跪下 我问你一下就是你确定吗 他告诉我 他就说你现在你确定吗 你确定你要去就是尝试一个作为一个M吗 我当时给他的答案就是肯定的确定 他说那可以 那我们今天先尝试一个项目 就是先来一个羞辱调教 然后其实我的点刚好就被他抓住了 我是一个就是 出于那种逃避性 英格吧 我很怕自己展现自己不好的一面 比如说就很很简单 就比如说 就是上厕所的时候有发出声音嘛 我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很害羞 或者是 就是所有不好的一面 我都不想去给大家发现 我都想让大家能看见我自己优秀的一面 好的一面 就自己就是一个精致的一面 然后他就很很好的抓住了我的这个点 然后他就他说你先在酒店等我 然后我先去准备一下东西 然后他就 他就买了那个就是那种排尿的一个小盆 就小宝宝用的那种就是学上厕所那种小盆 然后他跟我说我们今天呢就是以上课的形式 那我今天给你上的第一堂课呢就是羞辱 你尝试一下自己喜不喜欢这个方向 然后当时我记得在酒店的时候 我全程去把衣服脱掉了 他不允许我穿衣服 并且把我的衣服收起来了 我也不知道他把我衣服放在哪了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我完全就是只能信任他 把自己全身性的交给他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趴在那个地上 他不允许我动 他说你要听我的指令 如果你不听话 我就会去打你的屁股 我当时觉得 我当时内心其实还有点反骨 你知道吗 我可能是个反骨少女 我当时心里面就想 还打我屁股 什么呀 你就打我屁股 因为那时候我对SM定义并不明确 我也没有很就是很臣服于他 就那种感觉 我们就是还像 就是刚进门的那种感觉 我不就是来脱了裤子 让你打两下 然后啪啪一次的吗 就是啥呀 你就让我就是那什么惩罚 我就是内心的那种 不服气就上来了 但是我也不敢动 我就趴在那 跟小狗一样 趴在那一动不动 然后他这过程当中呢 就是让我喝水 就是让我喝饮料 让我喝水 然后也很照顾我的情绪 跟我去聊天 因为他知道吗 我当时肯定是很懵懂的嘛 然后跟我聊了一些 SM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断的去让我喝水 我说我喝不下 那也不行 也得喝 那喝了 然后喝多了 我就想上厕所 然后我就说 那当时我就开始叫他主人嘛 因为他 他跟我说 我不管在说任何话前面 我都要加主人 我说主人 我想要去上厕所 他说不可以 我说为什么 我上厕所都不可以了嘛 然后他啪啪一下 就打在我的屁股上 我当时一激呢 因为我没有反应过来 其实他打得很重的 因为 他说 我后来问他 我说为什么你第一次打我的时候 屁股那么重 他就说 他说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 因为你当时很 就是很反骨 我给你说什么话 你好像在跟我抬杠一样 就很不服气 他说我必须给你打服了 当时他打我屁股了一下 我真的疼得一激呢 然后他就说 我说不可以 然后我就又趴在那 我就不感动 真的把我吓到了 我就不感动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这个过程当中嘛 他还在跟我聊天 我当时都快憋得不行了 我说主人 我真的很想上厕所 我憋不住了 他说不可以 他说你求我 他说你真的憋不住了吗 我说我真的憋不住了 他说你求我 我说主人我求你 我可不可以去上厕所 他说不可以 然后就一直憋了很长时间 大概我这个过程当中 憋了有十多分钟嘛 具体时间我也记不住了 憋了十多分钟 然后因为我记得 当时他订的那个酒店 有那个很大的那个玻璃 就是很大的那个镜子 然后他说你想上厕所可以 然后他就把那个 他买的那个训练 那个 就是训练去宝宝上厕所的那种 那种 那种前面还有一个 那个什么 那个小耳朵那样的东西 他把你把它盆拿出来 然后就放在那个镜子上前面 他说你要上厕所可以 你蹲在这里面上 然后要看着镜子 你把它自己 然后告诉自己 告诉主人你是主人的小骚 小骚狗 我当时真的脸戳一下就红了 我说怎么可以这样 我这怎么可以尿得出来嘛 他说你如果要想尿 那你就在那里尿 如果你要不想尿 你就接着趴在这里不动 他当时就很严肃地跟我说 然后我就倒是在想 我到底是尿还是不尿啊 然后我就还在那趴着 但是我真的是憋不住了 然后我说我可不可以上洗手间尿 他说不可以 然后我最后我实在是憋得没有办法的 我说主人我想要排尿 他说可以去吧 然后我就在那个镜子里面 就镜子面前 然后蹲在那里 然后他在旁边站着 然后那时候我忘了跟大家说 我那时候已经带了项圈了嘛 然后他把那个拽的那个项圈 就是以一个什么姿态呢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拍过那个K9那个姿态 尿尿的姿态就是那种半蹲似的 然后手是这样的事呢 就小狗狗的状态 然后因为那个小盆 它很大概就这么高嘛 就这么高 然后我蹲起来 然后那个盆就摆在就摆在那个下边 然后我就这么这个姿势 他说他说你听我口令 我说尿的时候你才可以尿 我不说尿的时候你不可以尿 然后我就一直蹲着这个姿势 他说尿 我真的尿不出来 我使了好大劲尿不出来 他说你到底尿不尿 我说我尿 然后就是一点一点 你懂吗 就是那个尿尿那种感觉 就是一点一点 露一点然后加住 露一点然后加住 就那种状态 我当时真的羞愧到不行 然后我那种状态怎么说呢 就是就那么一下 我就感觉他真的是我的主人 我真的是他的M 从那以后我就特别的 就是沉浮于他 就从内心也认可他 身体也认可他 因为感觉自己真的 又刺激又羞辱 然后又 哎呦说不上来的感觉 就是体会过的人 就自然有体会 我觉得看视频的你啊 可以就是说 如果你是个M 你可以跟你的主人 试一下这种感觉 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 然后告诉他 哎我主的第一次羞辱 是这么调教的 然后如果你是个S 你没有常识过这种调教的 你也可以跟你的小M 去试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别的M 会不会这样 但是我作为一个M的时候 我是真的很羞愧于这种 这种排尿方式的 当时这种羞愧感 就是又羞耻 又刺激 然后那种生理的欲望 又被激发出来 就想哎呦 真的你干脆蒙着我的头 给我就是来一次完了吧 看视频的你们啊 其实觉得看我今天 现在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S嘛 但其实我很怀念 我最初做M的那个时光 就很懵懂 很无知 很向盛 我觉得每一次体验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探索 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 然后觉得 哦原来我的身体可以这样被开发 然后之前的体验 哇原来可以是这样子的 就是那种快乐 是一层一层 接着一层 像浪一样 一浪接着一浪 因为现在懂的多了 知道了也多了 玩的也就更那啥了 可能很难再回到当时的那个状态了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不要去抗拒一些东西 慢慢的去尝试一些项目 然后从当中去找出自己的喜好点 那这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是王主子 如果说看视频的你 想找到一个和自己趣味相投 想找到一个专属自己的S或者是M 那欢迎来到国内最大的开放式关系交友社区 斯密岛 我是竹子 我在斯密岛等你 拜拜